太医又不是太监,为什么可以随意出入后宫?皇帝不担心吗? 自打等级社会建立开始,古代的君主身边就有了大批专门服侍的一类人,这其中既有宫女也有宦官,宫女的职责很好理解,主要给君主端茶地水。 伺候起居,有时候被君主看上了,可能还会晋升嫔妃,不过宫女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干的,比如一些重体力活,或者是替君主与大臣传话的工作,就不适合宫女去做,这个时候宦官就登场了,宦官也是一种官职,说白了就是宫廷中的男服务员。 但是一个现实问题是,宦官的工作场所是内宫,也就是帝王居住的地方,这就免不了经常会接触后妃,毕竟秦国时的老奶,就是通过宦官这条路混进后宫,与秦王嬴政之母太后召集私通的,后来还差点把嬴政赶下台。 所以从东汉时候开始,宦官就全部改用阉人了,后来宦官完全等同于太监,这样做也是避免出现灰乱后宫的事,有种说法就是,皇宫之中,除了皇帝之外,是没有第二个男人的。 当然,这种说法其实也不太准确,因为除了皇帝外,后宫中还会经常出现其他的男人,这类人就是太医,而且太医是绝对不能阉割的,原因我们后边会讲。 那么接下来就又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,皇帝为了防止后宫出丑事,不决除自己之外的第二个男人进出,那为什么太医们进出后宫,皇帝却从不担心呢?原位无非是三点。 一,太医们普遍年龄较大,而且都是各地举荐而来,太医是直接为皇帝,后妃以及王公大臣服务的,所以他们都是由各地保举的,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人,正因为如此,进入太医院的太医们普遍年龄偏大,而且经历了层层正审,毕竟出现一点差错。 保举的地方官,可就承担连带责任了。 这里就顺带解释下了,太医属于受人尊敬的技术人员,阉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,一旦实行,就没人愿意进入太医院了,何况太医们年龄偏大,已不适合阉割。 二太医们看病时,24小时有太监陪同,太医院中专门负责给后宫看病的,叫做给室内庭,每晚都会在各宫内的外班房值班,遇到后妃需要诊治,会首先传唤预药房太监,由他们带领太医进入后妃寝宫。 甚至全城都有太监陪同监视,就算是开好药了,也得一分为二,主治太医,愿怕愿长,太监都尝过没事,才能给后妃服用。 而且太医整脉也是不能直接接触后妃的,很多时候还得成黄成孔的贵请,一旦有失礼行为,旁边的宫女太监可都看着呢? 三,太医抗病压力很大,根本无暇考虑其他,甄嬛传中曾有一位姓温的太医给雍正皇帝带了吕帽,但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绝无可能的,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,还有个原因就是太医抗病时的压力非常大,为什么呢? 古代宫廷御医抗病,以取效为主,也就是必须短时间内见到疗效。 而且皇帝还急等着药看药法,比如干龙旧层下指催促快快的治,中医用药,疗效本来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但是太医们却得追求使效,短时间不见效,轻则受苛责,重则就要治罪了。 很多太医在诊治时都是提心吊胆的,哪有时间想别的事情,文章源于网络,若有侵权请联系我们。